法院的判決字號啊 還有比較冷門的法條啊 其實我真的是比較 需要去翻啦 可是這個其實在現在的二世 比較不會影響你寫考卷是 你要先記得 他那個法令會有一些主要的 規範的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你要先去記 他的典型案例 是這個立法制度 出來的原因啊 典型案例 這是立法的理由 最一開始的理由 那如果是商法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可能就是 商法因為我商法以前在 準備的時候是比較晚準備 但是我起來分數起來 比較快所以我覺得商法是 一個投資報酬率算相對 高的而且可以讓你在 半年一年內 趕快爬起來 所以我通常商法他們是處理 比較是 企業的糾紛 那你企業的糾紛 跟一般的 個人的這種糾紛 其實你會發現企業的需求 比個人的需求 還要單純 而且企業的需求 比較不會有什麼行政法 公法所謂的基本人權保障 因為企業就只是講求利益而已 是講求利益而已 所以你就要一直 站在企業的利益的觀點 一直去想 這個典型的案例 到底是在處理什麼樣的狀況 它在調和什麼樣的利益 它在調和什麼樣的利益 所以其實最後只有公不公平 公不公平 那公不公平真的是看人 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 那個平衡的狀態不同 所以你的利益的認知會不同 那就是你在念商法的時候 你要知道 請問這個立法利益 是在處理什麼樣的典型案例 然後當你對典型案例 比較熟了以後 你就可以去考慮它的變形的使用 變形的使用 變形的案例 我覺得變形的案例 就真的是靠你的想像力 就是 其實講直白一點 你對 你對法律有沒有熱情 不好意思 直接講就是 你對於變形案例的想像力夠不夠 我覺得 你當然是可以從書或是東西去看 可是 你看了典型案例以後 你會不會有一些變形案例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涉及到你喜不喜歡 或者是熟不熟悉這個科目的一個 我個人的判斷方式 因為你如果看了典型案例以後 你心中一定會發現說 所有的立法理由 它只要是一條兩條的 法條的文字 它一定會有 A B C D 四個要件 那每次都是在問你 如果我們立法是長這樣子 缺了這個可不可以 還可不可以適用 缺了這個要件 還可不可以適用 就是在討論這個變形案例 那如果不能的話 你有沒有其他的立法解釋 那我們商務的法令一定會 我們現在是民商合一 就是民法可以去補充商法 所以商法雖然是他的特別法 但是你最後商法不夠 你還是回來看民法 那民法的特色不就還是立一的調和嗎 因為你企業比較不會有基本人權的問題嘛 頂多就是人格權 可是人格權的考點在制裁商法裡面算少了 然後在一般的商法裡面根本就不會去提嘛 那頂多有一個企業的名譽權 姓名表示權可能還會出現嘛 就是我們民商合一的情況 所以你要商法好的一個前提 可能你的民法的在法也要不錯 那那個不錯可能你就不是只能只念 當然你時間許可的話 你可以再多碰一點在各的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分論 了解一下為什麼他要設26個章節 你不覺得考試只考常見的是四五個章節 可是他還有26個章節耶 所以你的26個章節不就有一些典型的處理的 它存在的意義嗎 因為我們不會沒事去立一個法律 然後大家都不用嘛 那只是我們考試可能不喜歡考 可是有一些民法的基本的概念 可能是可以讓你帶到商法 還要再去處理一些 比如說我上一節課講到的營業承受等等的 那種基本概念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時間有餘裕的情況下 那你的商法應該要建基於一個民法的完整的縱欄 完整的縱欄 如果你商法要很好的話 完整的縱欄 所以你民法的 你民法的 你商法的強弱有一部分是建基在一般的民法 當然如果你時間不夠了 你只剩半年了 那我就建議你商法至少備備法條 你就是挑重要的法條 重要的法條 任門的法條 去確認它的典型案例是什麼 它的典型案例是什麼 那任門的法條你可能先不要管它 因為一來它出題的機率本來就不高 它可能只是移植過來的法令 那你記得這些經典案例之後 你在看題目的時候 你如果是走二四的那個比試的時候 我個人的作答方法 都是先看怎麼樣去拆解這個題目嘛 題目不是會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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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然後它會有很多人嘛 什麼加以丙嘛 那這些人我會在考卷上面 先畫出他們的關係圖 反正我是習慣先審題啦 這是我以前的經驗 是四題 假設有三題的話 我三題都先審題 然後審題之後 我會畫一些簡圖 可能加以丙 然後是什麼關係 然後再標上年份 可能是107年1月1號 這是103年的1月1號 就是把它都寫出來 然後審題完以後 我一次就審三題喔 所以你考試的時間 你要自己抓 你審題可能不能超過10分鐘 盡量不要超過10分鐘 然後這樣審完以後 再去分配 扣掉時間再除以2或是3 看配分的比例 去抓後面寫考卷的時間 可能就變成40 50之類的 就是你自己要去抓那個 調配的時間一題要多久 那你的審考卷的時間 你就是要至少前面兩題 你都要如期 不可以太超過 不然你第三題的分數會太低 因為律師二世 他其實沒有要你 要司法官一樣 就是你一定要最前端的人 才能上嘛 那律師考上律師的人 他通常不會無聊到隔年來 跟你比排名嘛 那個很少啦 我很少聽到說 他第一年的律師排名太後面了 所以他希望考一個好一點的排名 因為你有一年的時間 其實你找實習 應該沒有難到一年都找不到啦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已經考上律師的人 不會跟你競爭 那既然還 還沒考上律師的人 你們排名 你只要念書的強度 有超過別人 尤其是像全職考生 如果你一天都有念 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基本上你進步的幅度 一定是比一些兼職的人來說 進步幅度要快啦 進步幅度要快啦 然後你就按照這個配分比例的時間 去寫考卷 就照著這個東西寫 那寫的時候 你的分點分段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大綱 你的解題大綱 所以我在解題大綱的時候 我會習慣把 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 特別在寫 1 2 3 然後我後面就是寫在這個的後面 我不會讓他弄得很擠 所以老師其實就可以直接看 你1在寫什麼 2在寫什麼 3在寫什麼 那你1 2 3在寫什麼時候 他看你的真點 如果你的思考邏輯跟他很像的話 理論上你分的點數 不就跟他很接近嗎 他的思考上的你答 可能是五個真點 那你只有寫三個真點 很有可能你少寫了什麼 很有可能你少寫了什麼 所以他對到三 後面幫忙改題的老師 可能對到三 就對不到他的四跟五了 那這種情況下 你的分數就很難再往上拉 所以通常是真點把它分化 分出來以後寫的多一點會比較好 可是你真點太多了就表示 你的整個編排的邏輯可能有點問題 它可能其實是一個真點 你把它拆成兩個真點 這可能也不是老師要的嘛 所以你在大綱在拆真點的時候 你也不要拆得太靈散 因為拆得太靈散 有可能不是老師要的 那你把它拆出來以後 這邊會寫一個真點 真點一 真點二 真點三 那老師在看那個對答案的時候 他只要對你的真點寫出來的邏輯是一樣的 就表示你的思考是一樣的 他還要去看你的內容嗎 就還好嘛 所以你的這個大綱如果有排的完整 思考是清晰的 你下面的內容其實只要寫 請你再試一下 托迪梯 請你改�